大家好,我是卡爾 那這次少女回戰出的那個武林共鳴 那這次武林共鳴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個這個記憶大考驗中 這個可能就是你要玩那個 配對遊戲 配對 你要盡量要用快一點的話 就是想辦法把它拍照起來 這樣子 不過 如果短期記憶很好的人就可以 很快就會過了 那這個展妖見證問答這個 我等一下會把題目放在下面 我剛剛整理很久 他也把它整理完 待你們再自己參考 那這次還有一個什麼 九龍神火照 就是用那個提升碳保效率這個 這個應該很好解啦,還好 那魂天靈是每天登陸這也還好 魂仙界這個挑戰 時光亂舞挑戰五次還OK 那外神入境這也OK 那這還好 那到時候可以兌換的話就是 那個斬妖劍喔 還有這個陰陽狂碎片 力量敏捷的 那還有這個 九龍神火照 是力量敏捷的智力 那敏捷型武將而已 才有 那這魂天靈 是力量型的 那再來這一個是 捆仙神 是所有武將力量跟智力 那這個是 明天劍碎片 這是加所有的武將的敏捷跟智力 那再來就是魔鏡自選箱 那這基本上大致上 那全部都要換一個 換一種會比較好 到時候 你這樣子 有全部換過一輪之後 你們再提升你們自己想要提升的屬性啊 這樣就比較 戰力會升比較快一點啊 那你打那個 刀劍那個什麼的 還有一些外神型的那些會比較快一點 OK啊 那就這樣子啊 那等到時候出了這個 魔詐 就可以 到時候來給你們講 那這次 有這個 烽火乾坤魔碎片 這應該是 專屬武器啊 又是武林區喔 先送你100個 那剩下的 LV1 LV2 40 80 120 160 再是300 那 這個就是又一個坑啊 那到時候看得怎麼樣 也不知道 那這是什麼東西啊 也不太清楚 也不太清楚 等到時候 看怎麼樣 那個 活動全部出完 再來 再來看吧 好啦 就先這樣子 感謝大家 那希望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 拜拜 拜拜